马路如虎口 开车千万要小心 瑞穗乡奇美部落的杨姓男子 上午开车从市区采买后返家 在距离住家门口 不到百公尺远的路段上 不知为何突然失速地 撞上路旁的电线杆 车头严重地内敖进去 杨姓男子的头部 也撞破了挡风玻璃 与杨姓男子同阶层的 主人祸之后 立即到场协助救援 路旁电杆被撞得水泥脱落 露出钢筋条 而致撞电杆的这部 深色叫旅车 车头严重凹陷 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驾驶头部撞挡风玻璃 受伤流血 部落阶层族人 或之后发挥阶层 互助关爱的精神 到场协助救援 头部跟连部撞起 长一间 叫火 没有发生的 叫啥不没有啥 这一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多左右 地点在瑞穗乡奇美部落村口的路段 杨姓驾驶开着这一部车 不知何故突然撞上了路旁电线杆 车头全毁 人车卡在路中央 等待消防救护车 过往交通也一度受到了影响 哎呦 哎呦对耶 我会讲 不行不行 那是你的 我姐夫啊 哦 他去哪里啊 他去那些买东西回来 哦 还好吗他 有啊 胸部有动靠 哦 60多岁的杨姓驾驶 今天上午开车从市区采买返家 在距离住家门口不到100公尺远的路段 突然撞上了路旁电线杆 由于道路下方就是将近四层楼高的边坡 道场救援的阶层主人为阳性驾驶亲信 还好有电线杆挡住保命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警方已经深入调查理清的同时 也呼吁驾驶人开车千万小心注意 保护自己也保障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